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主播黄仁杰 上个月中国游客团在朝鲜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今天微信出现一段以大阵仗规格将遗体运回北京的视频 使得许多网友都认为这起车祸和死者都不单纯 近日有关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死于朝鲜车祸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今天网路上流传一段视频 数百辆特警摩托车 武警运输车 警戒车运送中国旅游团死者遗体回北京 出动包含前岛车 武装人员押送车和后卫的摩托车 规格等同于国家领导人 这种一级保安的大阵仗 让网友认为车祸和死者都不单纯 金正恩在车祸发生后 不仅到医院探望两名伤者 到中共驻平壤大使馆平调 还亲自到平壤火车站 为运送遗体的火车专列送行 金正恩如此重视 对讲究规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极为不寻常 虽然中国官方始终没有公布 朝鲜旅游团死亡的名单 对这次车祸发生的原因也只字不提 但微博和微信陆续传出 死者为极左社团乌有之乡的成员 后来北京盛传 死者当中有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就在毛新宇死在朝鲜的消息满天飞之际 媒体纷纷做出辟谣的报道 现是新岛日报在本月初报道 毛新宇并没有出国也没有去朝鲜 凤凰网前几天也刊出毛新宇出席 中传集团与军事科学院研讨会的新闻 并刊出照片 但有网友认为照片根本看不清楚是否为本人 而毛新宇的北京邻居则表示 近日都没有见到毛的身影 不知道毛新宇的去向 也无法证实官方的报道是否正确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 正理报道 音乐 都没有听到 any 证明 都没有听到